你不找个塑料袋吧 找个塑料袋我装着苹果 你刚才贝贝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他家去找他玩 我就给他哥送着苹果去 这苹果能行吗 没事 自己家吃小点就小点呗 你就直接淋香饱了过去行了吧 不行这箱子太大了 我外面箱子装不了 装个十来斤就行 吃完我再给他送 这些行不行 这些得有十来斤吧 哎呦我这么沉了 十来斤一块有 好 那我就先去了哈 去吧 哎哥 你来了 哎呦我还快冻死我了 你拿着苹果啊 拿什么苹果 自己家都有 也没有什么好的 然后你就凑乎吃吧 都是我们那个挑下来的 反正都都挺好 苹果都挺好 就是稍微能小点 你凑乎吃吧 你自己就 在这种就一样 是卖相不好 但是还是好吃 对对对 看啥呢又 又买衣服呢 哪有钱买衣服呀 还是我看直播时候 为什么人家都说我脸又大又肿啊 说我脸老大了 还说我 胡子 就是嘴上一圈黑 都说我有胡子 那吃胖了吗 哎我待会儿去你的美容院去 去弄个把胡子去了 行 打个折啥啥的 我前段时间都让你去 你不去吗 这段时间你不是露苹果 没时间去吗 行 能给我打折吗 你是扮个老板娘 你自己说了还不算吗 还能打折不 没有事你做行了 到时候从我股份里面扣行了 行 他这次给我去了以后 再涨越多 再涨越多怎么办 哎不能啊不能 哎你看没看那个虚拟中国的视频 看了 嗯 我看那个韦豪跟林熙他的分手了 不知道对我看了 因为因为卖车是吧 把车卖了没跟他说是吧 嗯对今天看视频 我看韦豪都哭了 哭得老伤心了 挺难的 我说看到他就想到我 就想到我自己了 我感觉他俩的经历 给咱俩的经历是挺像的 所以说看到他这样 我心里我确实也挺难过的 我有时候太想 就是说 到后来我会不会也像他一样 哭得那么伤心 人家他俩都是闹病的原因 不是说因为卖车吗 因为卖车没跟你去商量吗 那你有什么事跟我商量 就不会那样了呀 不是 两个人在一块里本来就是有什么事都是要 一块商量的 所以说我这两天我有一个想法 因为这两天我爸我妈就是老是摧毁吗 我意思就是说你给你妈给你爸商量商量看能不能就是说年前把那个婚事定了 这两天啊 嗯 行 那你先问我 时间拖的越长我心里边就是挺都是滋味的 不会的我跟你说 哎呀他们两个闹别扭 走到这一步都是都是都是有原因的 你像咱俩要有什么事的话要是一块商量或者干什么的 就不会出现那样情况了 但是你发明发现就是四媒体这条路 诱惑力很大 什么意思 就是包括开直播也好 包括是做什么也好 就是诱惑力很大 我我是不可能会出现任何情况 诱惑力很大什么意思 就是你看直播还认识的人很多了 那认识人很多 认识人很多 然后见了市面比较广了 那认识人很多 那跟这件事有啥有啥关系啊 哎呀我 我咋跟你说呢 我说的诱惑力很大 就是说 你会 你开直播会认识很多人 有很多比我强很多的人 有很多比我有钱的人很多 我虽然没钱 但是有很多比我要强很多的人 我就怕你进不住诱惑 所以说我就是说 嗯 咱俩能提早把婚定了 就提早把婚定了 能提早 就是能早点结婚 就早点结婚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这两天 我都想和你说 你就一直没好意思开口嘛 因为这两天一直在忙嘛 一直没说这个事 我是无所谓啊 我就怕家人不同意啥的 我跟他们商量商量 哎小俩 啊 我觉得你俩现在吧 还有点 你这 你俩毕竟说 是认识是时间是挺长的 但是你说你俩就 好没多长时间是吧 我觉得你们应该说再交往个 一年多点左右 然后看看彼此事是合不合适 然后再去考虑这个问题 对不对 这婚姻毕竟不是儿性 你们虽然说认识说认识挺长时间 但是你们毕竟中间有 四五年没见 是不是 嗯 你们是从 五月份开始在那儿的 现在才十一月份才多长时间 对不对 现在你们就考虑结婚 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吗 嗯 好 嗯 行 那就再等等吧 对对对 再找一段时间再看看 好好好 好 嗯 好 咋人啊 那我哥怎么说呢 嗯 好 其实我哥说呢 我觉得也有道理 就是两个人在话 再多了解了解 确实就是 其实我哥说也挺对的 咱俩虽然是认识了六七年了 但是中间有四五年没见了 嗯 是吧 从今年五月份的开始见那边 到现在 到现在才十一月份 就是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以后预言什么事 就是 互相商量 嗯 互相尊重 互相沟通 就是有些什么不愉快的 咱就说能解决 就是当前解决 就当前解决 发生什么小矛盾了 能当时解决 就当时解决 不要拖 有可能这些东西 就是说 呃 积压实验长了 它就会爆发 等这个积压实验长 这些积压了 或者是什么样 一旦爆发以后 就怎么挽回 也无法挽回了 对 所以说 其实我哥说也挺对的 婚姻也不是儿戏 必须 不想就是 就是结婚以后啊 感觉性格不合呀 或者怎么样 然后 闹出一些大堆矛盾来 什么东西 所以说 两人再换身度了解一下 多了解了解 多了解了解 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 好 那我再等等吧 反正我今天跟你说这个话 你 再跟你爸 你妈说说 看你爸爸 你妈是什么看法 行 到时候你和我说一声 我爸我妈肯定也跟我哥 说话唱 走吧 带你上美容院去弄胡子 他弄了胡子多久 我能弄完 我还不知道 我没弄我 我哪知道 我都刮 我都刮 行 然后去看看吧 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